我跟大家说了一个特别不幸的消息 不舒服 一直发地上 悠悠小朋友在我的房间 你咋安慰妈妈的 你说没事妈妈慢慢来啊 挺好的挺好的 对不起 悠悠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对不起 我感染新冠肺炎了 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病可以让我变成这副样子 往外面还有滑翔伞在飞 就生病这样看风景也是很不错的 懵懵懂懂的可以看到海的颜色 这个小角角这个地方 这样的感觉 像一幅画一样 我去了当便利店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 便利店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的 它上面都是简体字 就我昨天看那个台湾的一个医师的 关于新冠的影片 说可以多喝一点什么板蓝根啊 什么东西的 他提了一嘴 我在想啊 不只是我们东北小孩从小生病 或什么 就喝板蓝根 连台湾人也知道板蓝根吗 今天凑巧就在超市看到这个板蓝花 35块钱的泰铢 它还真有点我小时候喝板蓝根的味儿 就是甜甜的 又带有一点点药味的感觉 然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不幸的消息 我们昨天在换酒店的时候 我就是 真的还是有一点点晕晕乎乎的 所以就忘记收拾那个浴室了 浴室里面有我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是搓草精 接下来我旅程还有大概15天的样子 这15天我没有办法搓草了 我真的是 你们知道吗 对于一个东北女孩来说 没有搓草精等于没有了半条命一样 接下来15天我会觉得自己无比的昂藏 但是没有关系 我刚才路过了驱尘室 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好可怕哦 它虽然摸起来的手感和我的搓草精 还是相差10万8千里 我觉得对于南方人来说 也是算是半个菜瓜布了 99块钱 真的很神奇哦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 拿着那个沐浴露 就这样搓搓搓 你们看这个颜色 有没有一些怪怪的感觉 这一包芒果30块钱消好的 人家泰国人吃芒果 吃的是半生的 它里面是那种软软软软软就熟透的芒果 然后外面就是稍微有点硬硬的 你可以吃到那种水果的生味 你们懂吗 不舒服哦 一直发低伤 退热贴 一直冒汗 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热嘛 但是我又感觉热 很奇怪 打扰了 打扰了 别笑了 要按下去了 这只小螃蟹很会比叶哦 超级叶 一直在叶我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很哇塞耶 那回家吧 不逗你了 一二三五 刚刚洗完澡 然后呢 今天很不一样的是 悠悠小朋友在我的房间 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幽霸今天是确诊的第一天 因为幽霸今天是确诊的第一天 嗯 但现在病毒比较多 所以就我觉得还是在我这睡比较好 拜拜 晚安 晚安 这不是发财了吗 嗯 并带了三份回去 悠悠的早餐吃完了 现在该我吃了 然后幽霸在另外一边 尽量和他保持远一点的距离吃饭 刚刚给幽霸说话的时候 幽霸说 昨天晚上还是一直冒冷汗 没怎么睡觉 嗯 看这个老爷爷 下着雨没事干 休休脚坐坐脸 这老爷爷多会享受 这老爷爷 哎呀 这晚年太幸福了 你比幸福美好啊 你就一学习就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来 读一遍 没事的 嗯 来吧 来 幼崽 天天一学习就哭 嗯 学不好自己还生气 没事明天再来来 读一遍我们结束了今天 来 一百 叉 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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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呀 你这才六岁慢慢来呗 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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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天天在家练琴 练那个 练好多遍 妈妈是不是一直不停地重复 你咋安慰妈妈的 你说没事妈妈 慢慢来啊 挺好的挺好的 是吧 那妈妈最后是不是 你不想像妈妈一样 你怎么都不和那些小鸽子在一起啊 没关系的 你一点都不比他们差 对呀 你也一样很漂亮呀 对呀 离我远点儿 你好 今天是我确诊的第八天 第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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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嗨了 幼妈也不知道她自己在那边有没有记录啊 反正就是状态特别差 差到就是完了 就觉得这个半个人就完了 我知道 你现在很关心悠悠同学的状况 咱也不知道是侥幸 还是真的说据说传说中的天权之人 还是说那个疫苗 悠悠打完儿童第一期疫苗呢 现在还有这个防御的能力 总之呢就是悠悠暂时来说得以幸免 现在时间是6点40分 管理人员刚刚已经在催现在在海里游泳的人了 有些人还是催了好多遍都不愿意上来 对 然后刚才那个管理人员就英语说 如果你想死你就去吧 我觉得也是 她也是挺无语的了 就劝人家上来说也不听 你第一次打那时候是吓坏了吗 吓坏了 我也不知道她有清清点水这块事 我就喊救命了 都是幽霸 我英语不好 然后幽霸第一次带我做那个 都是她全程她帮我紧出 带上那个什么链子呀装备呀 我不用担心啊 对 排队人也多 匆匆忙忙的我就飞上去了 对 我哪知道你有没有跟我说后面跟了个人 我以为就我自己飘上天上去了呢 然后人家说英文 问幽霸一个啥 然后幽霸说yes 我也不知道啥yes 结果我在海中间就掉去了 我是真的掉去了 她是自由落体你知道吗 对就飞上去了 我就完了 就这一辈子也没有想到会死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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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现在在借用普吉岛的一家酒店的洗手间 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注意到这两个警示牌 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一看就是英文对吧 它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纸丢到这个马桶里面 但是下面呢我觉得应该是对应英文 然后用什么 这是韩语对吧 用韩语和中文 简体中文 在写这种不要把卫生纸丢进马桶里 简体中文写厕所卫生药主义 干净清洁长保持 使用后请冲水厕所 这完全就不是同一种警示牌啊 偏偏就用中文和韩文写被杀了 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是有故事的 又被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对吧 因为在台湾很少有能看到 上完厕所记得清洗的警示牌 这件事情应该是常识 或者说是人均素养保持之上的 没有必要去提醒你做这件事情 我的成长环境 看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来也匆匆去请充充 就是总是在提醒我们 就是记得冲厕所记得冲厕所 虽然说我在台湾也遇到过几次不冲厕所的人啊 那几次都在乡下 乡下的便利店里面 我只能说实话 不好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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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